我要請教你說不記毀譽 如果宋主席是這樣的心情 我呼籲他就蔡宋佩 有機會當選 蔡宋佩 蔡宋佩 哇你還想到是不是 你聽我啊 聽我把論述講完 聽我把他的藍的票子拉走 聽我把論述講完 因為既然不記毀譽的話 為了要去解決這些問題 他當選才有權利去解決這些 包括連署不公平的 有名義啦 要正的答應 你聽我講 對 沒有錯 我的意思說 蔡宋佩的意思是說 這叫不記毀譽的最後 他如果提出來 未必你們輸家權不是別的 等一下 不管輸家權 郭伯 不可能 這一定是不可能 不可能 你們曾經想過有這樣的一個 不可能 我講第二個階段 我不可能我講第二個階段 就是蔡宋佩 然後顯天宣佈 我的飲食內閣就是宋楚瑜 只要讓我當選 我就提名宋楚瑜 宋楚瑜說我心難接受 要不記毀譽 只要蔡宋當選 我就阻隔嘛 我就阻隔嘛 大師你認為 這是不是叫不記毀譽 而且我相信 藍的最怕是這一塊 好 等一下 我們一個一個會 這個 大前提 你民進黨 要不要把台獨黨綱 輸出公投 如果不公投 或者我宣布 好了 我不要台獨 照陳水扁發表的 台獨我也沒辦法 就根據陳水扁發表的話 演繹出來 我努力過 經過64年 經過46年 又經過25年 又經過到現在 我們不會成功的 我們放棄 如果民進黨放棄台獨 宋楚瑜跟他合作 當然可以合作 可是現階段 現階段 他能放棄嗎 就不該被卡死了 那當行建院長呢 被卡死了 因為民進黨裡面 像郭忠祐那種人 都靠變戰了 可是如果要行建院長呢 他沒有正義了 民進黨沒有正義 其實一群賊 偷走了這個民進黨 本來民進黨 是偷走了我們黨外 是不是 可是這批人 又被他們的賊給偷走了 對 這個宋楚瑜 會有可能答應 剛才民意講的 就是如果萬一 蔡珠貝公開講 我如果要當選 我就讓宋來 當我的行建院長 有前提的 民進黨宣布 宣布 跟剛才那個合作是一樣 關於台獨 你歸屬一個正規的政黨 我就跟你合作 沒問題啊 但是 可是宋主席 是想做事啊 統獨這個議題 讓總統去談 如果他宣布是行政院長 他是有機會 像你講不濟毀 我不跟你講 小妹講完這個故事 有四個人害了他們自己 一個人就是李登輝 一個就是宋主席 一個是許馨良 一個是陳文健 為什麼行政院長呢 這個附屬權被拉走了呢 當時是葉奔低贏 兩個黨合作嘛 是不是 這個被拉走有什麼結果呢 行政院長 隨時讓你做你就做 隨時讓你滾開就滾開 所以立法院沒有辦法進會 所以 馬英九給宋楚瑜承諾 你做行政院長 沒有保障 對 蔡英文給宋楚瑜做行政院長 也沒有保障 因為法律上隨時給別人抽走了 OK 好 來 各位 你聽到剛才明義講的這一套認輸 他的目的是什麼你覺得 他的目的 他的目的就是要把送的藍的票 全部趕走嘛 這目的非這麼明顯 我不忌毀於一個支持宋楚瑜 我們是絕不可能考慮 即使大師講的那些前提都有 我們也不可能考慮他 包括行政院長也是 不可能的 他們現在行政院長有考慮另外的人 不是宋楚 絕對不是他啦 對 不是宋楚 讓我再補充一點 我研究這麼多公投 事後的副決 這個大部分是採用的 什麼事前公投授權讓人家去談判 這全世界大概只有馬英九版 來 文聖哥 剛剛明義兄講的 我想用無乃人這四個字回答 招開派語 因為先決條件 民進黨也可以提出說 那你就金馬配嘛 對 不要用馬無配啊 對不對 真正大家看到的是金馬在玩嘛 對不對 所以我是覺得 在講這一些寂靜無聊的議題的時候 林瑞雄當然大家現在蠻注意 對 就我所知林瑞雄並不是說 不吭聲 他前不久他還下彰化 去見了秀傳醫院他的老同學 黃銘河 黃銘河兩個禮拜前跟我吃飯 他還透露 其實林瑞雄的太太 小他三屆的學妹 在美國馬里蘭州 當到了衛生單位的主管 這在台灣人 在美國社會很不容易 而且他太太是一個深綠的 深綠 所以他太太 當時不曉得林瑞雄會變成宋的護手 那時候林瑞雄還說這個用簡訊啊 跟太太報備 而且太太大概很願意 為什麼 太太本身是挺綠的嘛 所以他絕對是樂觀其成 我相信這一局林瑞雄不可能落跑啦 因為這之前除了陳文謙之外 媒體也披露了啊 像詹起賢 也是最後一刻 好像也去拜 找過他嘛 所以可見宋楚瑜本身他 他其實他是很希望說 融合跟台灣的這個社會主流價值 而不是說這個自己一個人在唱獨角戲 如果要講說最近大家 討論到宋楚瑜的票的來源 或是局率之間 對於整個大選的問題 郭偉 你們覺得民進黨中間 為什麼要這麼大一個動作 去針對一個電視節目 然後要去開這麼大一個記者會 我主要是那個 做的過程坦白講 介於採訪跟釣魚之間 當然他可以採訪 可是他有錄音 你錄音有經過人家許可嘛 所以當然有些人會很生氣嘛 那就覺得被設計了 不過我也覺得事前做記者會是不妥啦 應該事後再做 就是等人家播出 對對對應該是事後再做 我再回答這問題 我就回應溫森哥剛剛一個問題 溫森哥剛剛講說坦白 我覺得 沒有我不會跳 因為溫森哥又洩漏了一個機密 什麼機密 什麼 原來啊 我們擔心宋楚瑜跟綠黨合作 原來副首的太太是深綠 樂觀其成的原因是 他出來當然是幫綠的好啊 這個就是讓我今天又 我回去要做做功課 我要強調的 在選戰的結構上面 本來就是大家都 這個我們行政院長 副總統候選人講一句話 老謀生算他新解了 他新解了老謀生算這四個字 但我要強調選舉本來就耳於我詐 當然 我就講了嘛 蔡英文這個連署 他不用假猩猩 他就說 大家覺得要幫壽瑜就去連署 但是選舉請支持我就解決 他要說不可以去幫他連署 我告訴你 蘇貞叉如果宣布獨立參選 我一定幫他連署 我還去幫他募款 為什麼 因為蘇貞叉拿的免疫票 連一張票都是我的嘛 對 但是你不會投 是 當然 所以我就覺得說 這偽君子跟真小人 現在弄到很難堪啊 他說誰敢去連署 我就處分誰 這七個議員很無辜啊 其實我告訴你不只七個 我在這邊宣布過 我們兩個同事還叫我講出他的名字 他的支持者是很開心的 哇 這個議員是有頭腦的 你算是民進黨的議員 是啊 我講在這邊講過嘛 兩個我們新北市的議員 你站在黨的立場 本來就要有黨的立場 那你不能這樣講 那你這樣這七個議員 在做的這件事情 是為了你黨要贏嘛 為要贏嘛 那這就是我剛剛提到的 就是說 從空心菜下變黑麵菜 滿笑咪咪的說 大家不要去連署啊 結果咧 去連署你有沒有支持 你不知道嗎 我不相信民黨不知道 結果現在 當然這個釣魚 我是覺得釣魚 還有鵝去釣啦 這叫錯魚 直接魚鋪過去就刺了 叫錯魚啦 可能有爭議 可是是不是事實 如果是事實 蔡英文你要去處分這七個人 如果是我是支持誰 你說綠營的議員 到底有沒有幫中主委 如果你要去處分他 如果是綠營的支持可以接受嗎 這個騙不了人的嘛 他早晚被開除黨籍 是嗎 早晚的事情 那就是國民黨裡面的郭正亮 就是這樣 早晚被 他為什麼講這些要被開除黨籍 大師我相信自信他 不逃人喜歡嘛 你看多 你看我多棒 他會被開除我不會 他們都是小的假設 便擺一切不愉快假設 那窩囊的假設 都往中主委突然堆 一會兒不是大體了 一會兒要是破壞團結的 一會兒要勾結深綠了 反正一大堆 都好事都跟他有關 我們應該頒獎賬給他 所以我才說宗主一條路子 就是說怎麼證明 問題不是我是不是綠 你們的綠是假的 公投給我看 公投 藍也是假的 公投給我看 才能擺他們來 被大家獻身 被他們獻身 獻身以後呢 大家都說回歸要原始的政黨 好的政黨呢 跟誰喝的都可以 現在台灣就是 你說得對的 不敢碰大陸的問題 因為這兩個問題 都跟同獨有關 不敢碰 不敢碰 躲不掉 別人躲不掉 我告訴你們秘密 你們沒有仔細看 潛伏回憶錄的範圖 那範圖 那範圖第372頁 美國在承認中共以前 向台灣保證 保證多少次 你知道嗎 保證40次 我不貶心的 最後 七個小時 那宋主席還搶了七個小時 要不是宋主席發現 只有三個小時 一個小時 就完了 統治台灣 告訴你斷月報交 美國是多麼不可怕 你們看我的書 當時那是什麼台灣關係法 當時台灣的眾議院的議員 領袖議員 紮不了機 他說要成立台灣保護法 要保護台灣 才真正幫助台灣 為什麼要關關關係法呢 因為成立台灣關係法 才可以放水 才可以充滿你台灣法 跑掉了 所以根本台灣關係法 是個騙局 美國說跑掉了 現在我們戰略上規定說 台灣是第一島鏈 現在的這種武器 這種軍事進步 飛彈的進步 台灣的戰隊地位 已經沒有那麼重要了 台灣早晚被美國人出賣 給你七個小時都沒有了 就出賣了 出賣以後怎麼辦 姥姥不疼就就不愛 台灣沒有前途 所以台灣要爭取目前的時間 台灣時間怎麼丟掉了 我告訴你 第一個被蔣介石丟掉了 搞反攻大陸 國防運算佔GDP45% 佔了一半幾乎 台灣沒有發展機會了 被蔣介石掐死了 所以前面26年全部耽誤掉了 蔣經國又跟著來了13年 差不多前面40年耽誤掉了 李靈國上來以後 又開始耽誤 為什麼 接替了蔣介石這個 對大陸仇視的 仇控心理 所以把台灣機會耽誤掉了 連那個老賊 陳立夫 都提議說 用200億美金 進軍大陸 來卡位 共產黨會發達起來 我們去卡位 這個機會都沒有了 然後第三個 第二次耽誤了 就是陳水扁 又耽誤了台灣機會 最後一次 那如果知道您想講 滿久現在講的 兩岸之間的關係 它會弄得好 馬上有在破壞兩岸的關係 什麼叫做不同不獨不武 不同 就是違非憲法 憲法面說得很清楚 要統一的 並且最嚴重的 馬英九最近招任了 陳水扁 廢掉了國統綱領 國這個架構 馬英九到現在沒有恢復 你什麼意思啊 你執行陳水扁這個政策 我最近就要到監察院去告馬英九 就是說你為什麼 你總統就是內亂外患罪